爆料再次误伤。 崔永元好友被中纪委发追逃公告。 崔永元曾在其,新锐导演计划,中队好友施建祥表示感谢。 视频截图。 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6月8日讯,崔永元爆料事件持续升级之际,中纪委在官网发布了追逃名单,其中包括崔永元的好友施建祥。 而崔永元爆料的《阴阳合同》,中夜被指涉及施建祥。 北京时间6月6日,中纪委公布了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名单。 名单中包括快禄集团原董事长施建祥。 6月7日,被网友指为大五毛的法学教授吴法天也凑热闹,在微博评论称,崔永元和施建祥关系不一般,中纪委此时公布追逃施建祥的信息,留给崔永元的时间不多了。 据公开报道,2016年3月底,快禄系出现对付问题,并宣布暂停对付。 施建祥宣布,因身体原因、辞职,此后一直在海外。 2017年4月,上海公安公布,国际刑警组织于1月9日发布了对施建祥的红色通缉令。 此次中纪委发布施建祥出逃的时间是2016年3月7日,出逃的是美国。 中纪委追逃通告指,施建祥2016年3月7日出逃,现居美国网页截图。 而据陆媒报道,2016年2月27日,电影《夜晚三》,大轰炸总制片人,赶死对似中方总制片人,上海快禄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施建祥与好友崔永元联合中美企业峰会,共同发起的《奥斯卡快禄之夜》,晚宴在美国洛杉矶比佛丽庄园举行。 陆媒报道,施建祥和施建祥在美国共取,小金人。 网页截图,据公开资料,自2015年起,施建祥和施建祥就曾多次合作。 其中,2015年,崔永元担任电影《大轰炸艺术顾问》,而该电影投资方就是施建祥。 近日来,崔永元接连曝光、阴阳合同,其中涉及范冰冰、黄胜一、杨子等演员。 其中杨子已经公开否认与此有关。 有网友称,崔永元曝光的这些合同可能就是《大轰炸》的电影合同。 有博文分析,把崔永元、手机、范冰冰、黄胜一、杨子等元素做一个关联,会发现指向的就是施建祥投资的这部《大轰炸》。 据该部门介绍,这部电影最初的版本中,黄胜一是女主角,而其丈夫杨子在电影中亦有出演,同时兼任这部电影的发行。 而《大轰炸》的海报显示,范冰冰也在其中扮演了角色。 《大轰炸》的海报截图显示,黄胜一和范冰冰都在演员表中。 网络图片,目前,这部电影还没有上映。 原因是受到另一部电影《夜问三》刷票房的影响,施建祥也投资了这部电影。 崔永元连日来爆料,针对导演冯小刚,编剧刘振云,以及演员范冰冰等人。 据崔永元对陆媒表示,她这么做是因为对当年的电影手机耿耿于怀。 不过,外界对其动机另有各种猜测。 有人认为,中共当局或有一部局,正素颜异界。 也有猜测称,官方可能为了制造舆论热点,转移民众对六四事件和中美贸易战的注意力。 也有网友爆料,聚焦崔永元的,红二代,身份,称其父亲是一名中共军人。